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蓝 今天是农历的7月14日 我们这边称它为鬼节 还有一个风俗 就是我们这边要杀鸭过节 等一下我炒个血鸭来吃 这只鸭子已经杀好了 现在再清洗一下 然后等一下就把它砍来 然后就炒这个血鸭 血鸭是相当的味道 我们这边比较有名 每年的农历7月14日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要杀这个鸭子 还有一点点小毛要去掉 这是麻鸭 差不多有6斤重 好,现在已经清洗干净了 再把鸭子砍成小块 然后就可以开炒了 现在开炒好几次 砍不断了 只要像是一样的 这把鸭子砍不断了 再把鸭子砍不断了 我是随便砍了 只要砍断了就行了 鸭子现在全部切好了 有半个菜篮这么多 现在过去就准备一下锅 然后就可以开炒了 好 现在打火开炒 炒这个鸭子的时候不用放油了 要先把这层水炒出来之后就可以了 因为鸭子本来它就有油了 就这样子拿一杯翻炒 等一下它就出油 出油就可以了 这个血压配料不是很多 就是一点这个酸水 还有这个鸭的血 再配上这一点 这个姜还有蒜头就可以了 先把它炒出油才行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现在可以把这个姜和这个蒜放进去炒底下 这样可以了 现在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这个血和这个酸水 这样子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就可以放下去了 好 就这样子直接放下去了 好 血压基本上这样子操作就完了 又等待它熟了 要焖 应该要 30分钟吧 30分钟之后它才净味 这样子就好了 好 现在已经熟了 也净味了 现在颜色就是这样子的 血压基本上就是这个颜色 好 现在把它搞起来 看起来非常美味哦 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看一下 这只鸭子蛮大的 有两个小盘子这么大 好 现在再炒一点 所以现在还有再煎几条鱼 今晚就这样子过了 好 现在再煎这三条鱼是鲫鱼 大的我全部送给隔壁家玩的就剩几条鱼了 我就喜欢吃小的不喜欢吃大的 钓鱼人基本上都是钓鱼 大鱼拿的够好 感觉小鱼它的味道还好一点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咸子 太好了 咸子 太好了 咸子 太好了 炒酱 gast腹 那么下 等一下焖一下就行了 好,现在鱼也好了 就等还有青菜了 就搞好了 弄一三次的也要蛮多时间 好,今天的菜就弄好了 看一下 今天做了四铁菜 等一下还要煮一点汤 现在老爸老妈去镇上买一点东西还没回来 等他回来之后再开饭 等一下配上两杯酒 看起来还是蛮美味的哦 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好